最近一段时间,随着中超联赛的结束,现在最受广大球迷们关注的应该就是国足的集训了,在李肖鹏指导的率领下,一共有52人入选了本次国足集训的大名单,除了5名规划和2名刘洋球员之外,其余所有队员将会在上海完成集结,在经过选拔之后再前往日本备战。 对于李肖鹏指导来讲,接下来的这两场比赛还是有一定压力的,所以他本人也非常的谨慎。 在本期的国足集训中,中超冠军球队山东泰山成了国足第一大户,他们一共10名球员入选了国足,创造了近几年之最,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如今的山东泰山是兵多将广。 由于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的足协杯决赛在1月9号才结束,所以李肖鹏指导允许两队的国脚可以晚一些抵达国足,他们可以在14日之前抵达就可以。 现在山东泰山的大部分国脚都已经抵达上海的基地,不过中锋郭田宇因为一些事情向李肖鹏指导请了假,不过他应该很快就会抵达。 对于国足来讲郭田宇接下来也很重要,本赛基他打进了10球,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,另外在李肖鹏的阵容中,高中锋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所以接下来郭田宇和张玉宁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郭田宇凭借着今年出色的表现,逐渐被大家认可,虽然今年他只有22岁,但是大家都称他为老郭。 在山东泰山的阵容中,艺人最为积极,他就是左路大将刘洋,刘洋在14日的中午就抵达了国足的训练基地,随后下午就参加了国足的训练。 刘洋能够重返国足不容易,一方面是他本赛季表现不错,另一方面是恩师李肖鹏对他非常的熟悉,所以将他重新带到了国足。 此前在山东泰山效力期间,刘洋就是李肖鹏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,李肖鹏对他非常的严厉,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刘洋在一场比赛中倒地不起,被李肖鹏声声骂起来了。 在其他球员方面,徐昕,郑争,刘冰冰,徐昕,精进道,王大雷这些球员几乎都要跟随国足前往日本的,特别是王大雷,如今严峻林的状态非常糟糕,所以王大雷有望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走上国足一门的位置,李肖鹏对于王大雷非常喜欢,也非常的了解,所以接下来他极有可能会扶正王大雷,让他成为国足的主力门将。 不管怎样,接下来还是希望山东泰山的几名国脚能够继续加油,争取在国家队的比赛中继续发挥自己顽强拼搏的精神,然后为国足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,继续加油吧。